氣象時間帶您來掌握今天的天氣狀況 而今天一整天還是偏熱的天氣形態 直到說禮拜四隨著這封面的接近 那降雨的狀況在北部地區會開始出現 那緊接著週休兩天 北部又會又濕又涼 低溫有機會來到了15度 所以感受上來說落差其實很大 不過首先來看到是今天的天氣 可以看到說北部地區是落在了22度 中南地區也是在22度 直到說這個東部地區也在22到24度左右 緊接著我們來看到就是說地面天氣圖 可以看到禮拜四開始要變天了 因為封面略為往南的方向移動 就是說北部會有局部的降雨 那緊接著再到禮拜五 其實北方的高壓系統下來溫度略降 再來到了禮拜六 溫降的感受會更為明顯 因此說北方的高壓系統在東移的狀況下 它會帶進來這個東北風 造成北部的溫度略降 目前看起來就是禮拜六 禮拜日禮拜一 接著到禮拜二 其實台灣都是北方高壓帶進來的 微弱東北風影響下北部會偏涼會到15度左右 高溫來到19到20度 南部偏暖中午高溫來到了28度 所以說未來一週呢 可以看到這個天氣上基本上這幾天都是30度以上的高溫 不過呢從禮拜四開始下午開始呢 天氣會稍微的出現變化 週五週六週日呢 華南水氣的影響下北部地區都會是陰天 再來看到就是整個禮拜 其實溫度都會落就是有這個10度的差別 而且呢溫度最低溫會落在15度等同於東北季風的等級 不過接下來呢春天的天氣呢 其實就是時不時會變濕涼 因此容易感冒的觀眾朋友又要多加留意 以上這集氣象資訊把時間交還給主播 好今天天氣是屬於比較暖熱偏熱 因為高溫可以占上30度左右 不過接下來月接近週末天氣會有所變化 週五週六還會降雨 也再次謝謝周宜 謝謝周宇